- 欢迎大家收看08年的Ginnex 929巡回赛 在今年的巡回赛当中张荣林延续了去年的气势 在第一战的台北比赛里面再度封王 那么紧接着来到了马来西亚的槟城 也再度拿上了冠军 那么第三战是在云顶 那么在云顶这一战里面张荣林实现跨际的连霸 可以说是亚勋在这两年的最成功的一位选手 但是来到新加坡赛战在上一战 让菲律宾人打破了这一段垄断的一个局面 两位菲律宾人来争夺冠军 结果04年的世界锦标赛冠军 帕古莱亚拿到了冠军 那么在这一战来到了广州 而且在10月24号到26号的总决赛 会来到了印尼的亚加达 来进行最后的奖金最高的争夺 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收看 Kinis9号球群会在这一战来到了广州 我们在今天小组的比赛 预定为您带来的是 傅建波面对帕古莱亚 另外梅亦菲要面对的是香港的韩浩翔 同时吴嘉庆 要在今天的最后一场的电视主桌的比赛里面 面对菲律宾的Dennis Ocolio 那么今天在比赛当中 依旧是由何欣跟我徐乃仁 为大家带来比赛的播出 那么今天来到广州 我看到在小组的比赛里面 看到安排了比较多一点的中国的选手 来在这个主桌里面参加比赛 其中梅亦菲是大家比较少见的一个选手 没错 梅亦菲实际上在最近一段时间 应该算是年轻选手当中比较优秀的一位 那他是来自于山东 跟潘晓婷可以说是颇有渊源 因为他们两家住得比较近一些 所以很小的时候 他就跟着潘晓婷一起来练球 现在实际上也在潘晓婷的 这个上海新兴球场来打球 好 现在踏步小姐来介绍一下 比赛的规则 最主要的在9号球里面 他的排球很重要的 9号球必须要排在这个三角框的中间 那另外1号球要放在顶头上 菱形的顶头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两边的这两个球 那菱形的两个脚上的球叫做Winball 那么在冲球的时候 这两颗球落袋的几率是最大的 而且很重要的 我们看到在排球上面 球跟球相互之间 那必须要接赢得相当紧密 才是一个好的排球 好了 我们看到在今年的这个比赛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每一战的总奖金都是5万美金 冠军可以获得1万5千美元的奖金 获得70分的积分 那么今天到目前为止 当然前面看到的结果 张荣林还是目前 虽然上战比赛里面 他未能够拿到冠军 但是他在积分上面还是遥遥领先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名 是6万6千美金的奖金 可以获得50分的积分 在第一轮 没晋级的小组第三名的选手 也可以获得800美金 你现在介绍的是傅建坡 我撞球的绰号是目前是没有 但是呢就是在中国 人家都叫我一身老妇 为什么 因为我岁数比其他选手 要稍微大一点 然后撞球的生涯也比他们长一点 所以他们就大家有点亲切 就叫我老妇 启蒙老师是傅金 他是一个北京的 以前是斯莫克选手 打得当时应该说是在全国 是前八名的选手 打得不错的 在稳定性方面 就是说 刺球的稳定性和准度 所以这方面比较强一点 就是防守方面比较弱一点 因为我们从 我以前是斯莫克选手 就是转型过来 我喜欢进攻 攻得多一点 相对手就少一点 中国来说现在年轻的选手 水平好的都很多 但是他们缺乏国际性的打赛 就是说出国打比赛的机会少 相对来说就是发展的前途 发展的脚步也慢一点 相对 要给他们多点机会 好了 我们看到 刚才是听到福建坡 他自我的介绍 他是斯莫克转型的选手 而且他自我的形容 就是说他比较喜欢进攻 但是在防守上面 相对来说弱一点 他也说目前中国的选手 年轻的好手非常多 有实力的选手非常多 但是就是缺乏国际经验 所以应该给他们多一点机会 那么在这一战的比赛里面 我们也看到比较多的 中国的选手 除了李赫文 跟福建坡大家所熟悉的之外 另外还有梅亦飞 跟党金虎这一战 也在这个分组的名单之内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里面 电视主桌 第一场比赛就是安排了 福建坡来面对 上一战的冠军 Alice Pagolian 那可以说 福建坡 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位选手了 不过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 福建坡的表现是相当突出 因为在08年8月份 8月14号 在美国康乃迪克州 所进行的冠中冠比赛里面 他是拿到了冠军 所以当时还遇上了Denis O'Kulio 可以说是他击败了Denis O'Kulio 因此目前可以看到 他最近状态应该不错 那福建坡他刚才说到自己 在防守上面来讲 相对于他的进攻 是稍微弱了一点点 不过他在这两三年的亚军赛 让大家认识了他 而且刚才比完球之后 福建坡是获得了先冲球的权力 我们看到Pagolian 他是04年的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在台北举行的世界锦标赛 他拿到了冠军 击败了张培伟 30岁 右手出干的选手 上一战他又复活了 拿到了冠军 而且打破了台湾选手 他垄断的一个局面 对 可以说在上一战对垒 上一战在新加坡战的比赛里面 是一个指标性的一战比赛 因为那是第一次 正常的一段时间 第一次有菲律宾选手 在分战当中拿到冠军 对在Guinness的整个9号球 循环在这两年当中 那我们看到呢 老傅 傅健波 现在准备来冲球 32岁 刚才呢冲球呢 右下角的底带呢 冲进了一颗球 哇 连接的一号球跟二号球呢 看看一号球有没有被二号球挡到 这个刚才看好像是可以来进攻啊 一号球很遗憾 没有能够在中带进去 不过母球冲球之后 控制的并不算很好 跑到台的上方 但是一号球好像可以进攻 小心中带就行了 刚才进的好像是七号球啊 让我们看到呢 刚才他利用二号球呢 把母球稍微坐一下刹车 刚才进的是七号球 那么现在二号球坐到另外一边的底带 三号球上方底带是有机会 所以专心把二号球打进 哦 失误了 哇 结果还是过不去啊 刚才呢 硬拼的情况之下呢 不过 这个球呢 他有点运气啊 我们看到二号球呢 好像没有办法来进攻 接下来 好像是形成了吊球 所以 Alice Paglia呢 要从底边下方一颗心弹上来解球 解到二号球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个球的力道也打得比较大 但是母球 哇 这样的情况之下 附近坡也不好来继续来做进攻 母球呢 现在靠在球台的下方 八号球呢 挡住了中带的落带角度 就是不知道上方的 左上角底带 如果没有办法进攻 哦 这个球 好像有一点危险 哦 他拼右边的中带 但这个球呢 今天到目前为止 他在第一局里面呢 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 两次的这个 判断上面的一个失准 而且这颗球拼得很有自信 直接是母球打二号球 做三号球 那么现在 帕古拉雅呢 二号球可以来 薄呢 右下角的底带啊 好 薄进了二号球 三号球呢 在右上角的底带 四号球呢 在左边的中带的带口 并没有 好像没有被八号球给挡到 是 在上一战比赛里面 我们看到 帕古拉雅 他整个这个比赛过程当中 他的母球的控制呢 相当的纯熟 对 而且他 因为这个 他的对手的同胞 这个准决赛的时候 虽然辛苦赢了 但是打到决赛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能量了 所以让帕古拉雅呢 在决赛里面 赢得蛮轻松的 帕古拉雅呢 最后在上战的 新加坡赛战决赛里面 击败的同胞呢 Denis Okorio 打五号 右边一颗心弹出来 做六号球 左下角抵带 直接做球 刚才福建波的这个二号球 右边中带 其实是一个相当难打的球 但是他为了做三号球 所以准度不好 给了对手机会 不一方面比赛刚刚开始的第一局 那二方面呢 真的他那两个失误 都感觉那并不是很有把握 所以帕古拉雅呢 准备要先破对方的发球局了 没错 他刚才好像打 第一次进攻二号球的时候 他没有看得很仔细 结果九号球其实是过不去的 好的 我们看到今天呢 在广州的花园酒店呢 进行的Ginix九号球群回赛 今天呢在电视主桌第一场比赛呢 帕古拉雅先破对方 这是卫视体育台 我们为您所带来的Ginix九号球群回赛 那我们看到呢 今天在这场电视主桌的第一场比赛里面呢 帕古拉雅刚才是先破了富建坡的冲球局 那么现在轮到自己来冲球啊 04年的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母球刚才并没有控制的很好啊 九号球呢也被推到了球台的左边 虽然有球进 但是呢我们看到一号球跟二号球 是在球台的右上角 对 他的母球也没有控制住啊 选择push out 刚才进的是三号球啊 不过我们看到呢 由于母球呢跟九号球都没控制好 到球台的左下方 好 今天这场比赛第一次的push out 把四号球呢往球他右方推 一号球可以看到整颗 当然现在一号球呢是没有办法来直接进攻啊 那么福建坡应该考虑打安全球 这球要打安全球不难啊 但是呢我们看到呢 福建坡 今天他一开始呢 刚才状况还没稳定的时候 先被破了冲球局啊 那么现在是面临了 又是一个选择 一号球呢 往球台的左下方跑 好球 嗯 不错 利用呢八号球掉球 好 刚才下右赛啊 一颗星解到了一号球 把一号球呢再度灌回了跟刚才呢 相当类似的一个位置 而且呢五号球呢 现在仍然是形成了吊球 好像可以看到一点点一号球 右边 这要打得很准 哦 糟糕了 好 现在呢 帕古拉雅呢 可能会选择来进攻啊 一号球虽然前面呢挡了一个六号球 但是呢我们看到由于距离带口很近啊 他可能会用勾的啊 好 所以他刚才走到球台左上角啊 去看看 克星的位置 抬高杆尾 剁杆绕过中间两颗球 然后碰克星看看能不能勾进去 好球 哇 把一号球都勾进去了 看看二号球 嗯 母球就碰到了二号球啊 这个位置尴尬了 再来看一下 不过刚才这个球呢 右赛 绕过了五号球 把一号球给勾进去了啊 三号球进了 所以打二号做四号 四号球呢在带口附近 所以还算比较 比较容易解决一些 做球并不算是特别困难 关键就是看他对二号球的处理 好 右上方抵带啊 还是跑得进 哇 good shot 母球呢跑得不够多 嗯 四号球的右下角抵带啊 好像被七号球挡到了一点点啊 而且现在母球呢 紧靠到这个上方的台边 看样子七号球没有挡住啊 这个落带角度 他还是准备要挡 还是把四号球呢 跟刚才一号球一样啊 给勾进去 好了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个困难的球都 大致上解决了啊 我们看到他现在呢 有机会能够呢取得开局的领先 这一战的比赛里面呢 菲律宾的选手呢 呃 总共呢有五位选手 除了这个Paco Ryan之外呢 还有Joven Bustamante 那另外还有Deluna 以及呢Dennis Ocourio 那另外还有一位呢 是Kalasan M.S.Kalasan呢 也是在海外打球的一位 菲律宾选手 加长球跟然后推竿 弹下了做到七号 这是一场抢九局的比赛啊 今天呢我们在电视主桌呢 在小组的阶段呢 会预计同样的 为您带来三场比赛 然后呢在明天呢 就要为您带来的 就是八抢开始的对决 那你可以看到呢 下方左下角的八号球底带 近带的角度被九号球挡住 所以它是右边科兴弹出来 反弹角度呢控制住 那么让八号球坐上方 好球 好 今天看到它这两局呢 九号球打进 今天这两局里面呢 它的抽干呢 对母球的控制呢 非常的有自信 在这局里面我们看到它几个 精彩的 包括了一号球的这个勾球 把球给勾进 还有四号球给勾进 还有二号球呢 薄进了右上方的底带 所以基本上啊 感觉它这两站的状况不错 对 同心为民 我们来看看呢 刚才 这个一号球呢 勾进 二号球虽然坐的位置不理想啊 但是啊 还是呢 能够把二号球薄进 另外呢 再度勾进了四号球 所以呢 现在 帕古莱亚取得了 二比零的领先 这一盘球啊 一号球 二号球 打得非常漂亮 接下来看看福建波 如果要是这一局 自己冲球局 还没有办法得分的话 那形势就变得比较麻烦一点 福建波呢 在自己第一个冲球局的时候呢 犯了两次的失误 哎呀 但是 母球跟一号球一起进了中代啊 哇 母球洗蛋 这今天呢 对于福建波来讲 真的是不是一个好的开局啊 哇 结果呢 我们看到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帕古莱亚几乎现在要取得 三比零领先了 因为他现在自由球在手啊 这盘球啊 我们看到 对他来讲 以他刚才的准度应该没有问题了 在小组比赛里面每一组有三位选手 所以每位选手打两场比赛情况之下 你可能输一场比赛 可能呢 有机会就再见了 所以说 要非常小心啊 当然 当然福建波呢作为地主的选手啊 这个地主选手有很多地主观众的期望 所以说他们的压力相对来说也比较大一点 对 不勉强 直接是定杆 做一个比较远一点的六号球 六号球在左上角带口 这个六号球比较远的距离miss掉了 其实这盘球就像刚才你说的没有难打的球 就是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刚才稍微打了薄了一点啊 我们来看稍微稍微薄了一点点 六号球往左边多跑了一点啊 结果 让福建波呢 逮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不要忘了这一局呢 福建波他冲球是母球犯规啊 所以九号球永远存在 他那种不确定性 跟他的这种戏剧性 是 所以有的时候容易打的球啊 选手还是要专心 刚才这颗六号球 可能你让排过来要打十次 他都可以打击 所以这一局呢 福建波是 有点运气啊 他是失而复得 在母球冲球犯规情况之下 还是能够保住滑球局 一分阵的比赛 这应该是这个分阵的最后一阵啊 他当然接下来呢 就是要进行的这个总决赛 在十月底啊 让我们看到现在这场比赛呢 刚才原本有机位 形成三比零领先的 miss掉那个六号球 我们看到他这个冲球呢 一号球冲进了 二号球可以来进攻那上方的底带 二号球呢 好像是可以来进攻 做三号就要小心 因为必须要做到左边科兴 跟九号球的上边的位置 选择走九号球的左边还是右边 把它直接弹出来 漂亮 现在四号球应该是要做另外一边底带了啊 我们看到前面呢 有一个八号球 轻轻打了 四八 好像很直 我们看到他来做组合球啊 这样的话呢 母球呢 继续保持在这个球台的下方啊 来看看呢 五号球呢 母球是要坐到这个位置啊 五号球想坐右下方底带 拉杆左边一颗星弹上去 刚才上一局呢 就是左上角的六号球啊 发生一个不该有的一个失误 骑马射箭 这次特别小心啊 太难一口气 终于把六号球打尽了 我这七号球至少比刚才呢 那个二号球啊 好打一点啊 之前右上角有一个二号球 母球坐得非常的近 好 爬古来一样呢 现在准备要形成三比一的领先 今天他自己的冲球局呢 都能够保住啊 那么目前 现在的三比一 附近博是落后的情况之下 又轮到自己的冲球 今天两局的冲球呢 都不顺啊 第一局被破 那么第二局呢 他冲球的母球犯规 但是呢 还是幸运的能够呢 靠着对方失误而 失而复的拿下那一局啊 现在看看呢 第三次的冲球 母球小心 母球小心 虽然母球呢 保住了啊 不过一号球近了 二号球呢 好像没有办法来进攻 我们来看看 四号球跟一号球进了 哇 这次母球要差点下去 现在连接的第一个目标球呢 二号球跟母球呢 分裂在球台的这个对角啊 选择 选择push up 选择push up 母球刚才是差一点点再度洗带 这球我们来看看呢 他往左边推 二号球可以看到整颗 帕古拉扬站起来看了一秒钟之后马上就说你打 他还是打啊 刚才以为呢这个帕古拉扬是不打啊 其实这颗球呢 还是选择不打 哈哈哈 实际上他的push up母球离台边还是远了一些 打安全球还是有把握的 好打安全球把二号球灌下来 让母球呢躲在了五号球的后面 所以拍过来 刚才这个球不打 确实 但是呢我们看到中间可以直接看得到二号球 哇哦没有掉到 哇结果刚才这个安全球做的不安全啊 傅健波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呢 能够稳定下来控好自己的球 对 所以也许这就是刚才这个安全球 其实一般职业选手来说都会多数可能会选择打安全球 但是可能派古拉扬觉得今天傅健波还没进入状态 认为对方失误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他选择不打 那现在可以说是怕古拉扬的控制的这个比赛的节奏啊 又是一盘比较容易打的球 所以别再出失误了 五号滑了一进 然后拉杆做六号球 他之前有于那六号球的失败的一个记忆哦 所以每次遇到六号球的时候呢 他还是稍微呢多花了一点时间 母球跑了两颗星 做到七号球同样一个底带 八号球可能也会是一个大角度的保球 好 好 現在準備要將自己的領先的差距給擴大 9號球順利打進 那麼帕古萊雅呢 在這場比賽裡面現在已經取得了 應該是4比1領先 各位觀眾歡迎再回來收看 08年的Guinnex 9號球巡迴賽 今天我們看到這一戰分戰來到廣州 而且在今天星期五的小組的比賽裡面 面對地主選手 帕古萊雅可以說絲毫不留情 利用對方的這個接連的這個做球 還有這個母球控制的失誤 結果我們看到現在帕古萊雅取得了4比1的領先 現在又輪到了帕古萊雅衝球 繼續球台的右側 哇 剛才這個Wingbo進了右下角的底帶 來看看1號球 好像在左下角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1號球可以 1號球彈的中帶一下 而且呢 5號球衝進了 5母球 剛才力道呢 稍微 力道大了一點啊 母球多跑了一些 之前他6號球呢 今天呢他到目前唯一的一個15 那6號球15 就是母球做球做了遠一點 嗯 我這一次沒問題 定竿做3號 對 4號球可以來做中帶 欸 他指的那個位置啊 他指的那個位置啊 做到了左邊的中帶 現在問題在於那4號做6號啊 母球去碰到了7號球 不過 哇 還好啊 沒事 角度稍稍大了一點 不過6號球應該沒問題能夠打進 好球 打得非常小心 嗯 現在剩下呢8、9兩顆 8號球中帶 今天到目前為止呢 是 一面倒的一個比賽啊 角度不錯 5比1了 相對來說 非常的關鍵了 如果呢 再有任何的閃失的話 那這場比賽恐怕啊 要追回很難了 現在福建波過來檢查裁判的排球啊 他認為有球呢 他認為有球呢 排得不夠緊 那請求裁判呢 呃 這個球呢 重排 今天福建波應該說 在前面這幾局表現的都是 相當的 情緒相當有波動啊 所以在現在是1比5落後對手 出現了一些失誤 再加上衝球的時候運氣不太好 不太是非常的小心啊 還仔細的檢查排球 1比5落後 好像沒有球進啊 不過1號球好像也沒有辦法進攻 哇 今天衝球到目前為止呢 這是他第4局的衝球啊 都都並不理想 他今天唯一保住的一局的衝球呢 是靠對方的失誤啊 好我們來看看這1號球呢 沒有辦法進攻啊 做安全球 把母球推下來 哦 沒有藏好啊 1號球可以看到整顆 不過這球也不好打 因為是一個背娃娃 而且距離非常非常的遠 看看這個球呢 他要不要來灌啊 安全球 左下角當然有一個4號球啊 不過我們看到呢 他 選擇安全球 但這個球呢 我們看到呢 也沒有藏好啊 1號球也是可以看得到 如果現在呢 因為領先這麼多的情況 叫帕古亮這一局呢 這個球 1號球要來拼的話 也不是不行啊 嗯 他已經在看這個2號球 做球的位置了 對 1號球感覺自己呢 可以薄勁啊 你有信心 他肯定會拼 5比1領先啊 所以 當然也很難 首先第一個這個距離非常遠 而且剛才 福建博士力道控制不錯 母球靠到了台岸的邊上 這是個高難度的保球 哇 你看 他今天miss掉了第二個球啊 這非常不好打 不過他今天miss掉了兩個球 都是距離比較遠的球啊 當然我們剛剛解釋過了 這個5比1領先的情況之下 他當然呢 有這個本錢可以來拼一下啊 剛才他那個1號球呢 稍微打了 薄了一點點 母球呢 做到了2號球 右下角底帶 母球 這個位置 可能要從左邊一顆心彈出來 然後橫台做5號球 靠啊 上方底帶 橫腿力道 好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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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熟 7號球那剛才是空心啊 那現在8號球同樣一個底帶 這角度稍微大了一點啊 他現在已經沒有退入了 好球 今天呢拿到這兩局呢 都要感謝對手的失誤之次啊 9號球打進 哇 在這局裡面呢 他也再度是靠對方那1號球的失誤啊 取得了2比5 Van Pustamante都是140分 那麼第5名呢是王洪翔 另外的Pagulaya呢是排名的第6 第7呢是Gapika 那麼只有10位選手啊 能夠呢取得了前進的紀念總決賽的這個資格 所以現在傅賢博70分的情況下 首先呢他必須要想辦法啊 他跟李赫文 想要打進前十名的話 這一戰呢必須至少要打晉級才可以啊 因為只有10位選手呢 才能夠進入到呢 最後的這個獎金最高的總決賽 那麼現在有5比2的領先的情況之下 誒 這一次的Pagulaya要衝球呢 變成鳥鳥衝了 衝得非常的輕 有球勁 但是呢 但是這1號球不容易打 哇 他剛才啊 這個其實今天我們看到目前為止 他5比2領先啊 其實他原本大有機會可以7比0領先的 4號球衝進了 那兩局都是他自己呢可以打進的球失誤啊 否則的話今天應該是變成7比0了 1號球就算打進了2號球也不好做啊 所以說呢我們來看看 母球不好下竿的話就代表他下一個球不好做球啊 他跟裁判呢申請了這個出竿的延長 你看2號球這個位置有點尷尬啊 跟5號球呢黏得很近 一般選手呢每一竿出竿的時間只有40秒的時間 好 只能打推竿啊 結果呢他選擇做安全球 對 其實他不拼的一個原因最主要還是因為在於2號球的做球啊 是 好 解右邊 好球 哇 這個解球呢解得相當漂亮同時呢也讓1號球呢藏在了6號球的後面 好 我們看到解球在左邊 好 我們看到解球在左邊 一顆心 誒 看看1號球 哇 聽到在帶口 那現在又是復健波 不過看看呢母球啊 6號球有沒有擋住啊 6號球有沒有擋住啊 嗯 哎呀 掉到了 所以1號球也沒有辦法進攻 好 結果呢1號球現在又是放了chance給帕古拉雅 我現在問題還是在於啊 2號球怎麼來做啊 他現在可能要拉幹 然後來做2號球的左邊中帶 跟他剛才有一局做4號球 的位置有點像 哇 母球的力道沒控制好 跑上去 好 做安全球 哇 這顆球不好解 因為母球現在只能是向上方長距離 來解球 上方顆心 小心犯規啊 嗯 準度和力道 要控制得很好 不過 復健波以前是打snoker出身 兩顆心 哎呀 對 小心犯規啊 所以呢 哇 結果 我球還下去了 現在 帕古拉雅在這一場比賽裡面呢 是第三度的這個擁有自由球啊 選擇兩顆心解球 所以說實際上 復健波也是希望能夠盡量的 不給對手留機會 但是出現了失誤 哦 母球就碰到6號球 不過還好啊 我們看到3號球呢 是沒問題 球團再繞一周 5號球可以來選擇進攻中帶啊 力道 哎呀 結果是做到了底帶 再跑多一點的話 這個5號球也比較容易打 現在又要騎馬射箭了 對 想要拿架桿器 起碼射箭都打不到 所以只能是拿架桿器來打 今天他在這個 除了之前那兩次的失誤 讓對方拿兩局之外 另外他這邊有幾次的這個做球啊 母球並沒有控制得很好 哦 還好 能夠彌補啊 這個 Guinness 9號球巡迴賽呢 仍然是使用這個 西蒙尼斯的台步啊 當然感謝呢 這個所有的這個贊助 贊助單位啊 包括了的 Guinness當然 還有這個Mansion ADA 可以 能夠促成呢 這一戰呢 廣州賽戰的 比賽 富健波現在 大部分時間只能眼巴巴的望著 撞球比賽裡面 可能是唯一的一項運動 當你呢 這個對手情況好的時候 連裝的時候 續盤的時候呢 你是一點機會都沒有 只能在旁邊眼巴巴的望著 是 雖然今天這場比賽是輪流衝球 但是 帕古萊亞 控制著這場比賽 這局裡面呢 他有幾次的母球做球 並不是很理想 不過最終呢還是很拿下 現在取得了6比2 四局的領先 帕古萊亞顯然這一局呢 對自己的這個母球的 力道的控制啊 並不是很滿意 我所信呢他還是能夠拿下這一局 真的嗎 那那個5號球 反而是做到了比賽 如果踩好還能夠包緊 用架干器 好 現在傅見坡來衝球 地主的觀眾呢 給予他呢 好 現在傅見坡來衝球 鼓勵鼓勵 这次冲球 球形冲得非常散 一号球 还好 冲进了四颗球啊 次来看一下 二号球 六号球 四号球 八号球都进了 哦 这个远距离的一号球 薄球薄进了 现在呢 不拿出自己的最好的一个本领不行了 差距被拉大 三号 直接拉杆做七号 冲进四颗球之后 一号球做 打一做三是比较难一点 但是福建波还是 很好的框树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 解决了三号球之后 这一盘拿下来了 这是他今天呢 打得最轻松的一局啊 冲球冲得非常的精彩 我们现在追成了 三比六 不过帕古拉雅距离胜利呢 只有三局之隔 六比三领先的情况之下 他继续冲球 面对的是 福建波 这没有球裸带 这次的冲球呢 是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 他第一次冲球没有球进啊 我们来看看呢 四号球呢 刚刚在带口呢 撞一下之后呢 还是没进啊 好 我们来看看呢 现在福建波上来出竿 所以一号球呢 只能来做安全球啊 利用八号掉球 那最近呢 应该说帕古拉雅呢 也是在菲律宾 打一场官司 在上一段赢了之后 他也是 控告了菲律宾撞邪的 两位官员 因为这两位官员 声称 帕古拉雅在比赛当中 是干扰 或者说利用 非常不好的行为 来干扰 他的对手取胜 那么他要求 六百万比索 菲律宾比索的赔偿 不过有意思的是 你可以看到 当时呢 Alex 帕古拉雅 在去法院提案控告的时候呢 包括有许多 重量级的选手 像阿芬瑞尔斯 还有像 Francisco Bussamante 还有Gormes 以及Juven Bussamante 都跟他一起去 来表示对他的一个支持 那么 帕古拉雅也说 之前 他也曾经被 被这些人批评为骗子 所以看上这个矛盾的 是已经显得有一些公开化了 嗯 这个蛮有趣的啊 对 这个就没有尝到啊 不过这个2号球呢 帕古拉雅过来看一看 吐了一口气 这个2号球呢 要来保底带呢 并不好打啊 并不好打啊 他今天这种中距离的球呢 miss掉两次 所以呢 之前呢 最上一次就是1号球 右上角那个底带 他没保近啊 那看看呢 这个球 好球 这次固境了 这盘球呢 五六应该说是 比较困难的一个球形 那看看四座五啊 因为五号球呢 我们看到被六号球呢 给挡到 四号球 母球 看看能不能做到 五号球 六号球之间 还是组合球 当然组合球是一个高难度的球 而且你可以看到五六呢 距离也是比较远一些 并且 并不是非常非常的直 虽然还是选择 从五六之间做 科兴弹出来做五号球 上方抵蛋 不过这个角度 并不算特别理想 这盘球五六是关键 今天几个做球呢 母球跑的这个位置跟力道呢 他都控制的并不是很得心应手 现在呢 采判的刚才跟他倒数啊 好 他现在申请了再度的这个延长 在一场比赛里面呢 一位选手呢 只有三次的这个延长出干的时间的机会 另外呢 在亚军赛 我们一直采用的是轮流冲球 在美国的比赛当中呢 这个多数都采取赢者冲球的一个方式 跑球 包进了上方的底带 还需要再准一次 哦 母球 嗯 再度的母球的力道没控制好 多跑了 刚才这个7号球呢 就母球跑到这个位置 跟他刚才比的那个位置差很远啊 那么现在呢 这个球呢尴尬了啊 尴尬了 再拼一次 好 底带 还是考验准度 哦 哇 这个球拼得漂亮啊 而且呢 母球呢是相当完美的做到8号球 上方的底带 这局里面呢 过了几个难关啊 包括刚才的4号做5号 那还有刚才那个7号球呢 也是做球上面的一个一点点的失误 所以9号球呢 反而打进了左边的中带啊 塔古莱亚渡过了这一局的考验 那么现在这场比赛里面呢 他再度是往胜的更靠近一步了 抢到了第7局 那么 而且刚才母球跟7号球距离非常的近 所以并不容易瞄准 但是还是可以打进 相当精彩 好 现在3比7落后 附建波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浪费了 哎呀 母球 母球小心 哇 今天冲球呢 第二次的母球洗代啊 前一次他的冲球呢 冲得很散 冲进了4颗球 而且呢 轻松的一干吃完 结果没想到才隔一局 没球进 而且呢 是进的是母球 运气很差 7号球回来把母球撞进了 嗯 嗯 并不好打这一番球 打底弹 不过2做3这是比较困难一些 3号球在左边颗心的边上 拉杆 打2号底在右边 2颗心 看看力道够不够 好球 是不是太直了 太直的话就直接拉干 顺着左边科西母就跑下来 做4号 比较困難的 真的 2号 ho 他的做球呢,他稍微有点担忧,今天这几局里面他的做球都不是很顺手,五球可能会两颗星来做五号球 结果跑了三颗星,你看看他冲的那个位置 他接下来是打五做六是关键,对对对,因为六号球跟七号球靠得很近,母球要跑稍微过一点的话,可能七号球就会掉到 跑球,力道控制很好,再跑多一点的话,七号球就 啊,这课球是不是有干扰到呢,那看看呢,这个母球呢,可能会去碰到七号球啊 哇,哇,哇,结果呢,没碰到七号球啊,躲掉了,非常靠近那个距离,那么七号球坐到左边的中弹 这一局呢,他虽然是自由球啊,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啊,要考验他的球技 好,直接拉杆回来做八号球,右上方的抵带 这么一来呢,现在帕古拉雅这场比赛可以说准备要听牌了 他在这一组里面的主要对手应该就是附建坡啊,另外一位选手是印尼的杨瀚中 塔古拉雅把九号球给打进去,哇,这一局对他来讲也不容易啊 取得了八比三,听牌的领先 Guinness九号球群还在广州赛站 今天这小组比赛里面的帕古拉雅呢,首先是碰到了附建坡 但今天这场比赛帕古拉雅一直能够保持他 蛮大一个距离的一个差距领先 现在八比三听牌 这一局的冲球呢,看到 把三号球给冲进去了,但是呢 哇,必须要考验一下他的球技了 球台的这个上方呢,形成了一个 一个球堆 来看看一号球跟母球相对的位置啊 今天大体上呢,帕古拉雅在冲球的时候呢 球形冲的都还蛮散的啊 但是呢,这个球呢 看看一号球可以直接薄的到啊 哇,这球也不容易 但是呢,母球刚才去碰到了五号球 不,二号球呢,中带没有问题 三号球已经进了啊,所以说下一个目标就是四号 现在就要看看四号做五号啊,还有五号做六号 你就现在一号球 小小小山 二号腿 小小山 不,我们一起部分 尽量 小高山 一点 主要 他的项目 毕业 哎呀 哇 有沒有做到呢 應該有做到 沒錯 漂亮 撞開7號就做到6號 左邊跑出來做7號 他現在呢可以感覺到自己呢 已經慢慢的要準備接近勝利了 對 上一戰比賽的分戰冠軍 也打破了 台灣選手這兩年呢在Guinnex9號球巡迴賽的壟斷了一個局面 所以他的這個戰袍也換成了中間那條換成了紅色 對 這代表了分戰的冠軍呢 好 最後一個9號球 對 太多机位能够上来初干呢 对 而且9比3 福建坡只拿到了三局 这样的话在接下来比赛当中 就比较困难了 因为那么如果 他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 还必须要能够战胜 这个同组当中的杨汉忠 而且要指望杨汉忠要击败 这个帕古拉亚 对 三个人才有可能一胜一败 那一胜一败情况之下 就要比呢 这个得失局 对 累积的局数 那么这一局 这一盘球当中 福建坡只拿到三局 所以形式也并不是特别的好 对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过 福建坡他现在的积分 刚好是排在呢 第11名 70分 所以说呢 不能晋级的话 要打进总决赛 机会并不是很大 那么下一场比赛呢 是梅亦菲啊 他要面对的是很耗翔 这是我们等一下 要带给人家比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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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